能保住工作你就不錯了 你什麼年中講 公司有沒有賺錢 賺很多錢 但一毛都不會給你這些員工 吳宗憲怒了 員工延遲出貨 他氣得不發年終 結果呢 到今天我還趕著出貨 才吸毒床貨的兒子 陸西派這回再出包 會不會參加29號吳姍如的婚禮 還是未知 疫情升溫吳姍如也說 防疫措施盡量一切靜觀其變 如期進行 如果那個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你每一個人發一個大一點的那個 那一種 什麼 塑膠袋 然後呢 你外面進來的時候我們吹氣 然後反正回 不行啦 11號吳姍如被爆出 臉書收到死亡威脅 他低調報案 遭到陌生人恐嚇 現在交由履時處理 透露婚禮當天 眾多藝人會加強安檢 喜事不斷的他還買了新家 買了新房子 他買在我樓上 而且 而且他問我說 可不可以打一個消防通道 就可以溜鎖 這樣溜下來 有個那個消防通道 那一個其實玄梯啦 毛病 那我選下來剛好這 你們床的症狀 我才不要咧 兩位 兩位 兩位嗎 兩人的節目滿六週年 婦女絕佳默契 一來一往讓現場充滿笑聲 TVBS新聞上面在紅停臺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